大家好,我是子恒,最近遇到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事情啊,就是在我刚来这边的时候嘛 花5万块钱啊,可以买到37个GB的流量 再后来他就降了啊,就5万块钱买到32个GB 再时候又降了,27个GB,现在又降了啊 他这个流量在一年当中真的狂降,就等于就是越来越贵,咱瞅一眼 你看这边是通过输入一六字符,然后他去购买流量 就像这种打电话的模式啊,然后一步一步的点进去 就可以买了,这个网络是吧 反正大概其他这还得背一背,有的那个英文也看不懂 monthly,月的,你看啊,这个 5万买到24.6个GB 一开始是37个GB,一年当中啊,他降了多少 一年当中降了30% 太贵了,现在 many,他们说很多东西都贵了,这是为啥呀,经济不好了啊 好多东西贵了,就是钱不值钱了,那意思应该就是有点通货膨胀啊 来看一眼这个啊,就是说20多年前的时候应该有朋友 有这个吧,咱们国内那会是有的,这个是这个充电话费的卡啊,你看这个上面写着这个1000 然后这个是2000,一共5000,然后后来 看一眼啊,也是,他这个都是从手机上直接操作,用不着任何软件,这个还是很方便的,这怎么冲啊 就先给他那个刮开,刮开这个后面的这个膨儿,刮开后面这个膨儿,然后这个输入什么 Blocken Blocken,Blocken就Blocken了,就many就finit是吧,是不是 no,if broken,you can call them,they can give 这输什么输入 104 哦 10 104 104 Stagging 然后 然后 啊,ok,这个 意思差不多啊,以前咱们国内应该也是这么整的 然后这样,就行了 啊,这就ok了是吧 我现在我有1万,那个14,是不是 yeah,we were having an adam in there 啊,ok 这就充完了,就那么简单 哎,这老六的了,说 哈哈哈 咱做个实验啊,把老六的给用了 是 这个5万呀,这个5万呀,核算到咱们的钱大约就是150块钱,然后买到24.6个GB,也就是说大约合到一个GB是,大约是6块钱啊,我记得在十多年前啊,那会儿的时候,咱们国内买流量好像也就是5块钱一个G吧,好像是,然后现在都是那种各种免费啊包月的了,是吧,这边流量还是贵啊,6块钱一个G,然后给你们看一眼,手机在这儿,啊,这是欧 就是这个,这个就是,平常那个流量啊,是不开的,你知道吧,平常,你看这个能看明白,哎呀,这是我啊,这是你,还整个黑白的,你看看这个上面这块,就它是那个,关闭的,就平常把那个流量就关掉,省的就浪费,因为流量真的贵啊, 你像我一个月,我一个月流量费要用到大几百块钱啊,就买这个流量,比如可能要用到200个G,或者100多个G,我也不知道,就是真的,确实贵,你手机呢 行,不看了,充电呢 来啊,我这边打把游戏给你们看一下,这边的这个网速怎么样,我这边放一段啊,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延迟到什么地步,好吧 大概是,一两秒钟 上,下,上,下,看到没有,它基本上都有个将近一秒的延迟,就是这个玩起来非常费劲 这边的网络供应商和咱国内也不一样,咱国内基本就是,叫两大巨头还是三大巨头的,是吧 然后这边的话,我所知道的就有四五个了,啊,就是 就是,how many company,就这个for this I think there's six 六个吧 六个,six,no,I think maybe ten 有十个吗,十个 yeah 反正就是公司特别多,然后都乱糟糟的,这个 但是价格,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是统一的,都是那么贵,啊,都是那么贵,这个网络也真的是快用不起了 咱刷个视频,传个传个视频都快传不起了 太贵了,啊,你听不懂,太贵了,太贵了,啊,你跟我说,太贵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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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真的贵了,这生活成本太高了,别看这个地方就是说,收入不那么高,但是,生活成本太高了,太高了,就,many,many,six,you can see yeah